韩国女团卡拉的27岁成员聚和拉和同龄发行师男友崔中范的护欧风波 10月8日又有新进展 一直未有公开伤口的崔中范 透过代表律师向当地的媒体发送了包括脸部以及身上有多处伤痕的照片 并表示想通过照片证明聚和拉先动手打人 所以自己才报警的 而崔中范的律师还指出现在因为畸形视频的问题 以及早前聚和拉公开的诊断报告 令受害人的身份变成了聚和拉 所以希望通过照片提醒大家崔中范才是受害者 又称这些伤痕都是聚和拉用手抓伤的 另外畸形视频并不是在聚和拉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的 所以并不构成恐吓被网友视为色情报复更是不合理 另外崔中范10月7日在接受韩国媒体的访问时 则声称激情视频确实是自己发送给聚和拉 但并没有恐吓的意图 也没有将视频公开的打算 没想过会被视为色情报复 崔中范指当初是聚和拉想拍下视频 所以当时才将视频发回给聚和拉 而在发生事件后也一直未能和对方取得联系 此外首尔江南警署在通过崔中范的手机和USB等物件之后 证实他并没有将激情视频传送给其他人 据悉案件目前已由本身单纯的护殴事件变成性暴力事件 已经以女性青少年科长为首组成专门的调查队 当中包括正调查案件的刑警组 女性青少年组的女职员 以及负责法律检讨的逮捕令审查官员等 小吴视频寒流第一线综合报道 小吴视频道